禁止废话 秦始皇到底是不是吕不韦的儿子 也是记载说是 正是记载说不是 历史上真的有吕不韦这个人吗 有 吕不韦生于公元前292年 族于公元前235年 江姓 吕氏 明不韦 魏国濮阳 今河南省安阳市华县人 吕不韦把持朝政多少年 执掌秦国朝政12年 秦始皇为什么要杀吕不韦 一是吕不韦和其母亲赵姬思通的事情 玷污了他作为皇帝的名声 二是吕不韦献给赵姬的烙爱 后宫 并发动了一次较大的叛乱 三是吕不韦被贬后 仍然有各国使臣去见他 他的家门口可谓是门庭弱势 嬴政担心他心存二心 吕不韦死后秦始皇伤心吗 根据《史记吕不韦列传》中的记载 秦王对吕不韦并没有表现出 特别的尊重和情感 而且在吕不韦的葬礼上 嬴政几乎把吕不韦的跟随者一网打尽 对吕不韦的门客也进行了驱逐出境 吕不韦临死之前和秦始皇说了什么 吕不韦告诉嬴政 一定要好好对待自己的母后 因为他的母后 为了让吕不韦好好的辅佐自己 承受了非常多的埋怨 秦始皇几岁时杀的吕不韦 秦始皇在23岁的时候 除掉了吕不韦 吕不韦有没有谋反之心 吕不韦在权力达到顶峰时期 曾考虑过造反 但赵姬骗他说嬴政是他的儿子 所以他没有造反的心 吕不韦的功绩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 立一人为敌似 稳定了秦王氏 对外战争讲究计谋和策略 吕不韦是江子牙的后人吗 吕不韦是江子牙的二十三世尊 吕不韦是个好人吗 历史记载他人品不太好 因为他为了自己的地位和野心 做了很多坏事 包括出卖自己的女人 吕不韦最爱的女人是谁 最爱的女人是赵姬 吕不韦真的很有钱吗 吕不韦是秦朝有名的富商 他的财富可以说富可敌国 秦始皇用了短短三十个字 就让吕不韦自尽 这三十个字是什么内容 君和公于秦 秦枫君河南 十十万户 君和亲于秦 号称重负 其与家属习楚属 意思是说 你对秦国有何功劳 秦国封你在河南 十亿十万户 你和秦王有什么血缘关系 而号称重负 民与家属都一概迁到属地去居住 出品的相机 出品的相机 谢谢观看